大家好,我是George,过时期,今天继续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好的,我们已经介绍完了面向对象设计的六个基本原则 今天我们正式进入设计模式的课程 然后设计模式呢,有这些类型 我们今天先讲一下单立模式,同时也会对设计模式总体做一个简单介绍 好的,我们回到PPT 设计模式 好,设计模式,英文叫做Design Pattern 是一套反复使用多数人知晓着经过分类编目的 然后代码设计经验的一个总结 使用设计模式呢,就是为了可重用代码 让代码更容易被他人理解,保证代码可靠性 毫无疑问,设计模式与给予它,都是多赢的 设计模式使代码编制真正的工程化 设计模式呢,是软件工程的基石脉络 这就是设计模式 然后设计模式的起源呢,是基于Design Pattern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 Oriented Software 这本书呢,就是由Aerich, Richard, Rilfar, John 这四个人合作的,这四个人呢,被称为GOF 也叫四人组四人帮 或者是说设计模式的F4,就是他们四个 最早提出的设计模式这个概念 然后设计模式呢,它当然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OOD的一个基本原则 目标呢,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提的高内聚第五盒 然后设计模式呢,分类 第一大类呢,是创建型模式 创建型模式呢,是因为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 这个软件设计方面呢,也是如此 所以说对象的创建,对象的使用 分开就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因为对对象的创建呢,会消耗掉系统很多资源 所以单独对对象创建进行研究 从而能高效的创建对象 就是创建型模式要讨论的问题了 然后呢,我们具体有六个创建型模式 第一,简单工厂 但这个呢,严格上讲不是GOF 就是CM1,在23种模式之一了 然后后面我们会详细介绍 然后是工厂模式,工厂方法模式 Factory Method 抽象工厂模式 EbstractFactory 创建者模式 Builder 原型模式 QuintType 单力模式 好的,这就是我们创建型模式 然后是结构型模式 就是说在解决了对象创建的问题之后 那对象的组成以及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就成了开发人员关注的焦点 因为如何设计对象的结构 想源模式 大概是这七个 然后最后呢 还有一类就是行为型模式 行为型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把对象的结构和对象的创建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象的行为 就对象的行为设计的好 那么对象的行为就更清晰 他们之间协助的效率就会提高 然后行为型模式呢 它有十一种 第一个是模板方法 然后是观察者模式 状态模式 策略模式 责念模式 命令模式 访问者模式 中介者模式 备忘录模式 迭代器模式 跟解释器模式 总共是这十一种 那总共一共加起来 就是二十三种设计模式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介绍单力模式 首先单力模式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保证一个类仅有一个实力 并提供一个访问它的全局访问点 这是它的定义 那在加码中的定义呢 就是说 一个类 尤其仅有一个实力 然后呢 并且自行实力化 向整个系统提供 这就是加码的单力模式 然后单力模式的关键点呢 第一个就是说 某个类 它只能有一个实力 第二点 它必须自行创建这个实力 就是它为什么必须自行创建这个实力呢 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讲嘛 就是说 一个是迪米特法则 一个是说 呃 单一职责原则 对吧 那这个类首先 它自己有这个职责自行创建 另外 它自行创建了之后 那么其他类都不需要知道 它这个创建的过程 对吧 那么 其他类 对它的了解就更少 它的创建就被封锻在它的内部 这样它的内居性更高 然后对外的恶合性也越低 就是这样 好的 第三 它必须自行向整个系统 提供这个实力 这个当然是必须的 不然别人怎么访问呢 对吧 它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提供一个全局需要使用的 唯一的一个数据的访问 就是说 一般就是说 我们这个软件的全局配置啊 这种东西 需要用单立模式 好的 我们看一下单立模式的UML 首先 我们看图 第一 它有一个成员变量 instance 然后呢 它必须是一个静态的实力 第二 它需要有一个私有的构造函数 这样 私有的构造函数 保证 其他人不能再构造这个实力 第三 有一个静态的获取实力的方法 是这样的一个get instance 然后这样呢 相当于说是给提供一个 全局的可访问的点 好的 单立模式呢 分两类 一种是2hans 就相当于说是在类加载过程中就创建 另外一种呢 是0hans 相当于说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先做判断 如果需要创建 那么再创建 好的 那我们分别用代码 跟大家演示一下单立模式 我们先打开Eclipse 我们先建一个工程 Singled 单立模式 好的 我们先建立一个man方法 我们先建立一个类 叫client 把man方法勾上 好的 还是打印一个 this is single-time this is single-time 没问题 好的 我们分别写两个类 一个是先写俄汉式的 那么它需要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个 它有一个静态的私有的成员变量 然后它有一个私有的搭载方法 然后它要有一个全局的 外部可以访问的 它必须是一个静态的 因为只有静态的才能直接通过类来访问 然后有一个 因为它是恶汉式嘛 相当于说 它在这个时候 它就去把它自己扭进来 这样就是一个 恶汉式的单例 那恶汉式的好处呢 就是说 它是系统加载这个类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被创建了 那么需要使用的时候 直接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它非常的简单 对吧 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编汉式的 我们看一下 蓝汉式的会是怎样 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复制过来 这个时候呢 它数值是空 是没有的 那么它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 有人调用get instance 表示需要它的时候 先去判断一下 它是否 是否为空 如果它为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 把它做一个初始化 这样 这样就是一个 恶汉式的 是一个 蓝汉式的 单力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 那么它在需要使用的时候 再会创建 它在没有使用之前 那么它的内存是有节约的 对吧 可以节约一部分内存 减少系统的开销 然后相当于说 在也包括在那个JVM load 我们就class的时候 它的速度也会快一些 好的 那我们就 还是分别试一下 我们先做一个打印 我们把singleton a的地址 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singleton b的地址 打印出来 对吧 好的 那我们再打印一遍 以确认它 是否是同样一个实例 因为我们单力嘛 目标就是说 我们最终这个实例 是同一个实例 它才能叫单力 对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执行一遍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第一次取A 是139A5 对吧 第二次取A 还是139A5 没有问题 第一次取B 是EDB9742 第二次取还是这样 说明它们是同样的实例 因为地址都是相同的 好的 今天的单力模式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